偶爾要進來 你入鏡了啦 你偷偷入鏡 還不走啊 還不走啦 幹嘛啦 我才拍到第二點耶 嗨大家好我是Maggie 我自己從大學的時候開始學自己架網站 然後已經有做過 像是購物車啊 一般官網的形象網站 然後自己個人的部落格 跟目前我最新做的教學平台的網站 然後在學做網站的過程裡面呢 發生了很多我覺得 如果你也是自己學的話 會遇到的很多小小事情 所以今天呢 想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十個 我覺得自己架網站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事 那第一個呢就是 假設你今天跟我一樣完全不是專科畢業 然後你是完全零基礎 要自己就是想辦法 伸出一個網站出來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事情是一定有辦法成功的 當然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先去了解說做網站 你的流程啊 或是每一個小小的步驟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接下去的幾個點 我會稍微講一下 那就是做網站你可能需要幾個component 然後呢 在每一個部分呢 稍微多注意一點點事情 那希望可以鼓勵大家 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件事情其實一定可以成功 那第二個點呢 就是在架網站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說 架網站你需要幾個部分 就是流程的部分 那首先呢 其實主要就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在架網站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有一個自己的網域 那網域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網址的名稱 就是我們知道什麼 www.com 那除了網域之外 第二個就是你需要有主機 來存放你的網頁裡面的資料 那主機的話 也有分幾個不同類別 我們到下一點再講 所以有存放資料的地方之後呢 第三個就是你要有一個 你實際上網頁的設計 就是我們點進一個別人的網站 然後它上面就是會有一些可能官網的照片啊 介紹啊還有可能看你那個網站 是要做什麼程式 像是購物車啊 還是你是要做一般的部落 裡面會有一些文章啊 圖片啊影片啊等等 好那就是實際網站的內容 所以在你架一個網站 主要就是 其實就是分這三個部分 就是你要有網址 一個網域的名稱 然後要儲存的裝置主機 裝你的你實際網站上的內容 那再來就是你要有網頁的設計 好所以就三個部分 就這樣而已 接下來進入到網域 網域呢就是我們的網址 那就是大家會點到這個連結 點到你網頁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呢 是要花錢購買的 那這個地方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選好一個 你覺得你以後不會想改的名字 然後盡量就是 是一個比較好記的名稱 因為通常你不太可能一個網站 假設你今天是要做一個公司的網站 不太可能隨時再改 然後通常網址在買的話 都是以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算的 好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先 大家先想好 如果你要加一個網站 這個網址你要取什麼 不管你是要.com啊 或者是你要後面加 比如說.tw 價錢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你在買的時候 它就會自己跳出那個價錢 所以就是大家在看自己覺得 OK的程度來做選擇 就OK了 再來就是主機的部分 主機呢就是它儲存你整個網頁的內容的地方 那主機又分成三種 實體的主機 虛擬的主機 跟雲端的主機 那實體的主機 就是你自己家裡要有一個主機 24小時不關機放你的網站 那對我們一般就是普羅大眾來講 應該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是看後面的虛擬主機 或是雲端主機 那這兩種主機的方式其實我都試過 虛擬主機跟雲端主機 它們變成在存取資料跟讀取資料的方式 有點不一樣 那可能就會影響到一些網速啊 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它就已經到一個 我已經快要不能理解的地方了 那我自己最習慣用的就是 用虛擬主機 那基本上主機上它都會有一些 代管的服務啊 然後它可能會加送你網址啊 或者是它可能會加送你第一年的 就是官方的Email等等 各家廠牌都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我自己用過的 最常用的其實是用GoDaddy 但GoDaddy的主機就是它是在美國 所以在台灣用的話 有的人會覺得網速稍微慢一點點 好 但是我自己覺得勉強還OK 因為GoDaddy的價錢有稍微低一點 那就大家就是可以再試用看看 接下來呢就是網頁的部分 那網頁設計就是最 可以說最重要嗎 就是你就是顯現出來給外 觀眾看到的地方的一個舞台 像我自己我是不會寫 我是不會寫程式 不會Coding的人 對但是就是非常感謝現在廣大的工程師們 都已經把網頁的設計的那個平台 做了非常多的外掛 所以基本上像我不太會Coding 常常其實除非說真的有一些小問題 不然的話很少會需要 就是真的去動到程式碼設計的地方 我有試過一些不同的外掛 那我自己最習慣的還是會用WordPress 那我都會租虛擬主機 然後裝一個WordPress外掛進去 那用WordPress當作我整個網頁設計的一個基底 第六點呢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自己架自己架網站的一些好處 那第一個呢是自己架的網站在自己維護起來 其實是最方便最快最直覺的 假設你今天你的網站不是自己架的 就是你是請外面的工程師啊 或者外面的網頁設計公司幫你架的話 常常他們他們可能會分兩種方案 一種呢就是買斷 就是他把網站做好之後就丟給你 他可能會稍微教你一些些怎麼 就是在後台使用的一些方法 那第二種呢是代管 就是他把網頁整個做好之後呢 他每年固定收管理費 然後所以你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要更新你的網站 或是你想修改網頁微調的一些細節的話 你可以聯絡他們 就這兩種方案 那但是我覺得 除非說你今天原本對於架網站 就已經是很熟悉 或者是你可能專業知識是OK的 不然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別人架的網站留到我們這裡 或者是我之前架我的網站給我的客戶 就是我在轉接在教他們怎麼用的時候 就會發現不是自己架的網站 真的是你要交給別人 或是我今天今天別人要交給我 我很難在很短的時間 就是我又要再花一點點時間去摸索說 欸到底比如說我這一頁的某一個小區塊的影片 到底是放在哪裡 那它連接到哪裡 那我今天如果要改這個東西 我要去哪裡找 所以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好處 就是自己架的網站自己處理 第二個呢就是 因為這個網站是自己架的 所以我可以隨時去修改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我不用再轉 就是不用再聯繫其他人 不用再聯繫工程師說幫我調整這樣 那第三個部分呢 因為網站自己架的嘛 所以沒有請別人架 那外面的行情呢 大家上網Google一下就大概知道 所以其實自己架網站 很大的點就是省錢 然後甚至如果你以後再厲害一點 你可能可以賺錢 這三個呢 是我覺得自己架網站最大的好處 第七個點呢 就是我覺得自己架網站 可能會遇到的一些挑戰 或者是需要的條件 我覺得需要的條件是 假設你跟我一樣 原本就是零基礎的人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需要學習的精神 因為等於說你就是零嘛 然後又沒有老師教你 那全部的東西呢 都是從Google來的 但是其實真的 Google上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然後Youtube上面其實幾乎也有那種 你可能會找到它從頭第一步 然後開始一步步教你到最後一步的 或者有一些部落格 你們會教這種 從第一步啊 第二步第三步 就是直接教你一路做下來的 基本上這樣從頭到尾 簡單的步驟你去run的話 嗯 我覺得自己叫網站沒有問題 但是常常像這樣的教學文 它可能會有一點年代的不同 然後或者是它用的主機商啊 或者是它選用的外掛跟你用的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邊有一點點微小變化的時候 常常就是問題可能跑出來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要就是 比較更有耐心的去找更多的文章 或者是你要去找就是你的 比如說你的虛擬主機的那個廠商 或者是外掛的那個那個賣外掛的那個公司 的一些使用的操作說明 其實操作說明在大部分的公司 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對 像我自己就之前前大概一個月吧 我用的是Google在台灣廠商做的那個雲端的主機 那那個時候就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幾乎大概一個禮拜吧 我幾乎都已經快要把Google的那個 操作的那個說明 幾乎整本都快看完了 而且Google的操作說明是英文的 難就難在 那個英文就是你每一句可能都勉強看得懂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自己叫網站確實會遇到的挑戰 但是Google算是比較難的例子啊 就是我覺得可能本來你就是底子要比較厚一點的人 在就是在用那樣子的那樣子的系統去做網站會比較好 所以第一個是學習精神 這邊講的呢就是這個網站順不順利能夠運作的一些部分嘛 就是你要去看要怎麼樣架起來 然後如果發生問題的話呢 你要怎麼樣解決 讓這個網站至少可以上線 然後觀眾在點每一個按鈕的時候 它會導入到對的位置 那這個是運作的部分 另外呢自己家的網站我覺得還很需要到設計的美感 因為美感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不用特別講 有些地方的網站你就是覺得醜啊 就是你點進去就覺得不行欸 就是要嘛是字體不對或是排版不對 對 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現在很多的外掛 我剛剛前面講像Wordpress 也有很多設計師在網頁設計師已經有賣一些模板 就是他本身就先幫你調一個漂亮的模板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不用自己去調字體啊 或者字型啊照片等等的 所以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可以解決 對但是我覺得本身的美感 至少你在挑顏色的時候 要挑到一個漂亮一點的顏色 這個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能夠做到的 好 所以以上呢 是我覺得自己家的網站 雖然說一定可以成功 但是這個網站做得好不好的話呢 可能比較需要的一些能力 第八個呢 就是永遠要有計畫B 假設你今天做網站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就是你在幾月幾日的時候 有某一個project一定要上線 像我的話 我就是我在做一個線上課程的網站 我已經拿了客戶的錢了 然後呢 我確定我就是要在八月底的時候 要這個東西要可以完全正式的全部上線 而且要可以運作 所以假設你今天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的時候 時間壓力就是個有點可怕的東西 因為假設在中間你的每一段 有某一個點你突然做不出來的時候 你卡住的時候 像我沒有背景的人 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會很難去抓到底哪一個小環節出錯了 那不管是去論壇啊 或者是去找一些資源等等 有時候就是會卡住 所以為什麼會說一定要有Plan B的話 就是其實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在某個點上你卡住過不了 你就是一直去找原因在哪裡都找不到的時候 我的目標就是我八月底 你一定要上線嘛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路 這條路就已經卡死了 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還有其他的選項 就是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一樣達到這個目標 不論是說我可能換一個主機商 或者是我換一個不同的外掛 那反正我只要到這個目標 我要可以能夠順利的上線 其實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也跟大家講說 假設你今天真的會很擔心說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會做不出來 其實真的還好 因為總是會有Plan B或Plan C 第九點就是一定要備份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在我自己假定一個網站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就是超級菜的新手 那那個時候呢我選了一家台灣的廠商 主機廠商 那所以所有就是主機相關的事情 就是我前面講的儲存 就是這些內容的事情 全部都交給工程師在處理 但是呢這一家公司 後來就是有被 等於駭客入境 所以我的網頁裡面 全部的資料 跟我的網站 所有的設計 就在一系之間全空 非常可怕 那個時候大家還有組成就是 那種製作小組 可能要搞 但是我覺得重點其實還是在 東西就拿不回來的 所以一定要備份 一定要備份 第十點呢 是做錢能解決的事 就是小事 那這個呢 我覺得蠻多人其實還是蠻不習慣 就是假設他是面對一個虛擬的網路啊 電腦上面的東西 那要付費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種 喔 要錢 那種感覺 對 但是我覺得都已經到這個時代 就已經這麼網路的時代了 使用者付費 然後拿到一些想要拿到的福 本來就是應該的 那套在今天這個主題上呢 就是當我發現很多時候 你只要付一個 可能少少的幾百塊的 買一個外掛 它就可以瞬間讓你的 網站上面遇到的事情 不管是把你的困難馬上解決 或者是 馬上就可以有一個 你非常想要用的功能 有時候可能不見得是幾百塊了 當然是有時候可能會是一兩千啊 或者是可能會是像是每月定月之爭 這種 嗯 激費的方法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但是我們自己其實很難 能夠做到說 能夠取代這些 就是你整個團隊做出來的一個 一個完整的外光 所以 當目前就可以馬上解決 然後能夠讓你的網站的名字 或者使用 使用者體驗更好的話 我真的是建議大家 就是 你就把你的魔法小卡拿出來就對了 我最近在做網站的時候 就是更有這樣子的感覺 那也有可能是以前學生的時候 我就是 就是 手頭比較緊 可能沒有辦法付太多錢 在買這些外掛上面 但是 當就是 出社會之後 就會慢慢覺得說 其實時間就是盡錢 所以最後呢 這一點就跟大家講說 能夠付錢解決的 就付錢吧 今天一定就到這裡囉 我要專心開車啦 拜拜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偶爾要進來 我去看他進來 你要來嗎 你入鏡了 你偷偷入鏡 你要走 你下去啦 你要下去啦 我要拍 我不走喔 他不走啦 幹嘛啦 我才拍到第二點耶 你好笑欸你 你好笑欸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